全球各国都遭遇到老龄化的危机 所以最近法国有超过200万人大罢工 就是抗议政府要调整他们的退休年龄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是没办法呀 老年人越来越多 年轻人越来越少 法国的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了 所以法国只能修改退休年龄 让老年人再多工作几年 再多交几年养老保险 少领几年退休金 来使这个体系能维持下去 其实这不光是法国的问题 世界各国都遭遇到养老金体系崩塌的问题 我们的林邦日本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日本这些年来少子化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这是有目共睹 日本本身的经济比较发达 医疗体系比较好 所以日本人平均寿命是冠绝全球的 90岁的日本老人也是非常多的 但是你的健康越好 你日本这个老龄化危机是不是越严重啊 以至于日本有一个学者丧心病狂的提出 日本这些超高龄老人们 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你们到了某个年岁之后应当集体自杀 以使得日本彻底解决掉老龄化的问题 人家法国那边只不过说 延迟退休个两三年 日本这边更好 自己让老年人去死 这不由得让我想到 其实日本早年有部电影 讲述的就是有一些日本人是怎么养老的 在进入到文明社会之前的日本呢 地穷人贫 日本略岛连两三千万人都养不活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日本老年人达到一定岁数之后呢 就自己主动的到山上去找个山洞 自己在那里待着死掉 为了不给家里的人增添负担 甚至有一些成年子女是背着父母 把父母主动的送到山洞中去的 这样的悲剧难道在现代日本还要重演吗